大家好我是Hungbong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 是我們公會討伐戰用雷神武將餅乾的初階打法 相關的原始來源依然會附在置領連結 這邊也特別感謝崇尾東的香蕉網友提供集體可以讓我來實測 那為何會說這部影片是一個初階打法的影片呢 最主要是因為這一次雷神武將的配置 我們這邊的翠餅提供的是所謂的透過新的電屬性傷害增加的這個屬性 這個屬性如果仔細看了一下 我這邊的翠餅是超級稀有的翠餅 我傳奇翠餅目前的話是完全沒有刷到就是有關於這個電屬性的東西 那相關的這個屬性是必須要透過孝母大陸第3章1才可以刷得到的 所以老實說這一次的這個傷害如果真的要破到可能30億以上的話 這個門檻就取決於你能不能刷到更高的電屬性傷害增加%的詞調 因為雷神武將餅乾他本身就是要靠更多的爆率去累積傷害 相關的傷害再搭配電屬性傷害增加 那想必一定是非常的可觀 所以這個東西就算是一個新的坑 目前就只有兩條的詞綴 所以打出來我們最高的傷害是接近差不多是28.5億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接著來看一下是哨子的部分 就是因為哨子啊其實比較好建議的就是雷神有吃到 以及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黑檸檬有吃到 那如果是真的哨子的那個攻擊力低值不夠的玩家 那大部分可能就是黑檸檬或者是黑不高吃到 那想必你的這個傷害呢肯定又會再低一點點 所以本打法雖然很多玩家們可能就說會不會雷神武將這樣子傷害很棒啊之類的 而如果真的心數不夠的話 我們先前另外一個黑藻枝或者是搭配苦醬等等的 或搭配抹茶的打法 其實都還是可以做適用的 這邊是在3強調 因為這個脆餅的坑真的是超大的 接著來講一下是其他餅乾這個屬性大土的部分 那這邊雷神武將啊剛剛就已經講過了 我們這邊缺的就是電屬性傷害增加的趴數 然後再來異賊的部分冷卻是拉兜爾7趴 其他的話呢你就拚額外的屬性 黑檸檬的話主要是因為他的這個雷電的傷害是看機質的 所以我們這邊把攻擊力拉得非常的高 那冷卻的時間呢就差不多是23趴左右不要超過24趴 那因為黑檸檬他本身的這個傷害是給敵方扣防以及還有那個 電屬性以及還有這所謂的爆傷增加 所以兩者的話呢跟雷神武將是同步放招 這樣子就OK了 冷卻就是不要拉到24趴左右 然後在黑葡萄乾餅乾冷卻其實拉到差不多25趴左右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邊因為脆餅的整體的屬性比較高 其他的話就是用全爆的 接著換彩麵粉餅乾的話這邊冷卻也差不多拉了差不多32-33左右 那其他的話呢就是看如果你有額外的攻擊就把它撐上去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按法的話呢其實不難 主要的話只有開場的部分 那接著的話就是有什麼按什麼 那接著就來看一下什麼相關的實戰吧 我怕 不要太多加太大了 就不可能再撥了 要不可以做一場的 不可能再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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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分系统 出过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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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